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0日,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的2020年民主峰会上透露 他日前在夏威夷、檀香山密会、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万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近7小时的会面期间,他和杨当面对峙了6个问题,包括港版国家安全法、南海争端、中印边境冲突、澳洲被中制裁等 蓬佩奥19日参加哥本哈根2020年民主峰会视频会议并在开幕仪式中致辞,题为中国以及他给自由社会带来的挑战 蓬佩奥回答主持人提问时透露了他和杨洁篪17日在丹香山的会晤内情 蓬佩奥说,自己当着杨洁篪的面为澳洲被科征巨额关税、四家牛肉屠宰场被禁止对华出口打抱不平 他也针对一系列对全球造成影响的事件当面质问杨 蓬佩奥说,他已经告诉杨洁篪,美国今后不会只听信中国嘴上说的,而是要观察中国采取了哪些行动 蓬佩奥还说,我指出其中一部分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大陆正在印度采取的军事行动 还有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经济特区附近做的事 还有对澳洲施加的高压政策 只因为澳洲大胆地要求调查新冠病毒 如何从中国武汉流传到意大利米兰 如何从武汉传到了伊朗德黑兰 又如何从武汉传到美国奥克拉和马市 还有比利时西班牙最终摧毁全球经济 蓬佩奥提醒,我6月15日和欧盟外长会晤 我知道在欧洲有人担心美国要求你们在我们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但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是中国强迫你们做出选择 这不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而是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选择 蓬佩奥还说,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 中共强迫各国与其政府的分支企业华为做生意 他表示,所有人民都应该理解这一点 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与你们站在一起 在暴政与自由之间的选择让我们不再疑惑 美国联邦法官周六裁决 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可以出版他记录白宫内幕的一本书 川普行政当局以该书泄露保密信息为由 曾要求法官阻止这本书的发行 美国地区法官多伊斯兰博斯的这个裁决 是博尔顿的一个胜利 法官的这一裁决为博尔顿的声势之物 白宫回忆录的发行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法官对博尔顿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 此行歧视,没有寻求国家情报机构的最后批准 而深感不妥 法官兰博斯表示,这或许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法官针对博尔顿回忆录的裁决是白宫的胜利 因为尽管已经无法阻止回忆录的出版 但就金钱和泄密问题发出了强有力的声明 做出了强有力的裁决 白宫同日在声明中援引法庭的判决书指出 博尔顿违背了保密协议的义务 泄露了机密可能殃及国家安全 博尔顿跳过预审环节无法容忍 博尔顿是拿美国的国家安全进行赌博 但博尔顿如果赌输,他就会失去出输协议的利润 让自己承担刑事责任,并威胁到国家安全 白宫声明强调,法庭未能满足政府禁止回忆录出版的要求 仅仅是因为博尔顿的回忆录已经谎为散发,无法禁止 政府将要求博尔顿遵守其协议的进一步规定 确保他无法从其可耻的决定中拿到任何利润 这个决定将他对金钱和出民的欲望凌驾于保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之上 中共卫健委日前通报称中国三个新冠肺炎疫苗取得新进展 但遗憾的是,6月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方承诺疫苗研发并投入使用后 将率先汇集非洲国家 赵立坚的上述讲话似乎要兑现 去年9月,中共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中非外长会议上提出 两个凡事的承诺 当时王毅曾宣布,凡事非洲兄弟期待我们做的事 凡事对非洲国家有利的事 中方都会当做自己的事情一样全力以赴 但在中国疫情肆虐之下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番小话却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愤慨 有网友称 你们到底是非洲人的政府还是中国人的政府 你们给老百姓的房贷能免点吗 还有网友评论说 得罪了知识分子,得罪了记者,得罪了印度,得罪了澳大利亚 得罪了西方七国,得罪了全世界 一定要稳住非洲基本盘,不管它是什么 不然可真的就是顾家寡人了 尽管民间反对声浪高涨 但赵立坚的上述讲话其实也只是在重复北京的最高指示 6月17日晚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本次峰会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峰会的非洲国家首脑包括卢旺达总统 刚果总统,津巴布韦总统,埃塞俄比亚总理 非盟委员会主席,以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等 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方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 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愿率先汇集非洲国家 此外,习近平还宣布中方将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止2020年底期 对华无息贷款债务 他还特别提到,中方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 反对种族歧视 就在今年4月,非洲官员称 非洲人在中国受到种族主义虐待 公开对中共表示抗议 在非洲人被赶出家门的视频贴到社交媒体之后 该事件造成非洲国家广泛的不满 导致非洲外交官罕见的公开指责中共 过去,非洲领导人习惯于在幕后跟中共解决纠纷 纽约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系主任 帕诺斯表示 中共投资非洲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政治和外交影响力 他说,中共购买非洲国家的选票 因为中共需要非洲在联合国的投票 并需要在非洲设立军事哨所 从喜马拉雅到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 在几乎所有被中共视为长久以来 甚至是历史遗留的闪点问题上 中共近来越来越多多逼人 这让外界不禁要私负 中共为什么要四面出击 习近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夫研究所 现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 在一场在线研讨会上说 中共选择在这个时机试图解决这些旧的纷争 一半是出于对过去和现在的自信 另一半可能是因为对未来的不安 奥斯林解释说 中国目前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 但同时中共又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面临强大的邻国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强大对手 再加上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中共自己缺乏合法性等 所以北京可能觉得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间 他说 确实看上去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因为他不可能在十年后 还可以按其期望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在1930年代的日本看到这一点 他认为当时需要采取行动 认为那是正确的时间 因为时间不在他那一边 我认为促成北京行动有多种原因 鉴于过去20年来的发展情况 他感觉自己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强大得多 但与此同时 却对20年后的状况一无所知 因此他一定会行动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5月19日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 《中国眼中的世界》一文中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说 中共领导人相信 现在存在一个战略机会 可以强化中共的统治 并令世界秩序向有利自己喜欢的方向改变 他写道 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有一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 一方面可以加强统治 另一方面可以改写国际秩序 使之有利于自己 敢在中国经济变糟之前 敢在人口老龄化 敢在其他国家意识到 中华复兴是建立在自己的牺牲之上 敢在其类似新冠病毒疫情这样无法预测的事件 可能会暴露中国在超越美国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产生的弱点之前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目认为 中共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击是因为中共需要新的具体效应 需要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和新冠疫情的问题上 暂时转移出去 不安感和脆弱性是这套政策出台的主要因素 他说 现在经济还在困境中 人们对习近平和中共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危机 又持批评的态度 我认为北京采取了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 可以这么说吧 以此达到新的具体效应将批评转向外部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则认为 中共此时的行动有长期和短期的考量 长期的考量是 无论是香港 台湾 中印边境 还是南中国海 都是中国一直以来就希望能解决的问题 短期原因是 新冠疫情在全球其他地方蔓延 让中共看到了机会 决心更进一步推进自己 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实现的目标 他说 考虑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 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扰和破坏 如果中国政府在这里看到机会 在这些问题上加大一点努力 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 已经有迹象显示 中共利用自己可能会是第一个 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先机 趁着对手自顾不暇的时候 再推进自己的某些关键产业的市场份额 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都已经发出警告 担心中国会利用疫情超级资产 布兰兹说 中共政府肯定计算过行动的后果 并认为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不过他说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也存在真正的危险 他说 我认为四面出击给中共领导层带来的危险是 这正好验证了一些人近年来一直保持的看法 那就是 这是个决心改变国际现状的国家 只要一有机会 不管什么机会 他们都会抓住 北京的做法已经带来反噬 针对中国的行动 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做出了反应 5月20日 川普政府更是推出了被称为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对华战略 英国政府近日也表示 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和学界看到 中共在全球不遗余力的要打造自己的镜像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6月10日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共的宏伟战略中国梦是要将国际体系 转变为由中共领导的体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说 中共一直以来希望打造一个以北京为中心 适合权威体制的世界秩序 最终终结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 从而主导全球事务 他认为中国希望建立这样一种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 威权主义比现在更普遍 比民主更流行 在这个秩序中 美国基金盟友的力量受到限制 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力量 将被削弱或终止 全球经济和外销行动以北京为中心 而不是以华盛顿为中心 这个秩序不会完全像美国的一个镜像 那将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秩序 他说这不是他自己的意向 中共领导人和中共官员 在公共场合越来越明显地 表明了这样的立场 特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声明 西方不应该读错 胡福研究所的奥斯林也认为 要了解中共的意图 西方应该聆听党国的声音 他说习近平的思想 他的外交政策声明 都透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在国内 中共的首要任务是 确保共产党的生存 继续把持权力 在国际上 中共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打造成亚洲最伟大的国家 然后中共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外交优势 建立一种国家间的等级秩序 以及如何对这个等级负责 他说 除了香港 台湾 新疆 西藏等中国认为 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 中共可能并不会夺取别人的土地 约翰霍普欣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 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的高级竞选顾问 杰克·沙利文在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 中国有两种途径实现全球主导地位 一种是通过首先获得亚太地区的区域霸权 然后走向全球 另一个途径是在亚太地区平衡美国的力量 但同是致力于重塑世界经济制度 技术标准和政治机构 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形象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跟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